路德 激怒你的世界 我們這次為什麼會來這邊 就是因為枯水期 然後那時候那個船啊 就沉在那邊這樣子 就覺得很帥 因為那種那個 後世界的感覺 超大顆痰嗎 超大顆痰嗎 發現一個小溪流 非常的漂亮喔 日月潭小溪流 太美了 好我們現在在日月潭附近的一個 車破的地點 準備早點休息 明天早上要去拍攝一些有趣的素材 飛機 帶兩台飛機 大家好我是AP 我現在要來搭船 因為我們的那個充電器 我們的自動的充電器壞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手動的充電器 是充電器喔 不是充氣的 好 我們的床差不多是打完了 等一下就吃個東西 準備來睡覺 然後明天早上要起來拍攝 好 我們終於到了第二天 昨天下大雨 蚊帳全部都濕了 本來是要來拍枯水期的 因為最近那個 四月潭啊 然後又枯水 所以整個見底 然後有一些很帥的畫面 就是下面的沉船啊 什麼都跑出來 結果今天下雨了 不知道順不順利 如果沒有下很多 可能還可以 下很多就 換另外一個點 所以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 拍到九隻青蛙 還有那個沉船 看看還在不在 好 那我們先去巴魯島 然後先去找地方處理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那個 像大陸那個雲南的 雲霧的那種感覺 昨天下完雨 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那天來的時候是很乾燥 然後整個地板都是 不知道是來到什麼 山坡開發地那種感覺 今天來就 日月潭稍微有點回來 不過因為我們那天拍到的那個畫面 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當然還是希望那塊乾地還是在 然後等我們拍完之後 就開始下大雨 台灣解渴 不然限水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然後你看我的飛機 飛機濕了 變成老司機了 移到下面來 煮早餐 煮早餐 法國的花茶 不知道好不好 沒有 這些原本都在水裡面的 趕快下雨吧 先等我們拍完 好 我們這一次為什麼會來 來這邊 就是因為枯水旗 然後那時候那個船啊 就沉在那邊這樣子 就覺得很帥 因為那種那個 後世界的感覺 所以那個 自打看一看之後 他就說走衝 然後我們就衝 雖然我才剛從南投回來 然後馬上又來這裡 枯水旗 風景 非常的荒芜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 發現了一個小溪流 發現了一個小溪流 非常的漂亮喔 日月潭小溪流 太美了 漂亮的戀口 老天爺啊 降雨吧 解渴吧 日月潭底竟然有小溪流 所以我滿滿滿的 太軟了 對啊 很有巳 鬋 狂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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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蛤蟆超大顆 因為在壇底很久所以沒人吃它嘛 特別大 沒人吃就變大了 晚上加菜好了 比一點大蛤蟆 沒有啦 你的臉比較大 飛機許可 為什麼要用飛機呢 為什麼要用飛機飛呢 因為吼 那個吐實在太軟了 用飛機看一看比較可能 不要跟裝備過不去 要走樓梯 不要弄爬爬山囉 完成 還好有晶天噴霧器 現在霧慢慢沒有了 我們飛機也飛得差不多 東西也差不多收完了 好 這是我們的日月潭車速之旅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我們是探路者 進入你的世界 好 下次見 掰掰 這裡很棒的一個飛機起降平台 哇 這麼狂狂 直接升空 再說幾間 不是要聊天嗎 呦 如果還想到飛機 來賺點 你會讓一個人 替他死一日 揮霧器 打開小鈴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